嗨 科長你好 來幫我們介紹你們測龍浦斷層保存園區 我們測龍浦斷層保存園區是教育部所屬的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峽下園區 我們的園區主要就是921大地震之後 科學家發現這邊其實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地質景觀 這個地質景觀主要就是保存測龍浦斷層的一段深溝 那至於它的一個重要性跟它的一個研究具有價值的部分 我們就趕快等一下進去來看一下 那我們的園區主要就是竹山交流道這邊的露衝 其實不管是你要去西頭或者是集集指南宮這個地方 其實來我們園區也都非常的方便 那我的後方這邊就是我們的園區的票亭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門票其實只有銅板價50塊錢而已 那也非常的便宜 像長者的部分的話平日是免費的 那假日是只有半價25元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歡迎來參觀 在我們進入門口之前呢我們就看到這隻老鼠嗎 不是這個是穿山甲它非常的特別 我們要用穿山甲來當我們的吉祥物 因為穿山甲就是它平時會挖洞 那就跟我們地質學家就是挖洞做研究 挖槽溝來做研究是一樣的 就很像你們的研究學者 要挖下去 對 挖深溝 那我們這個裡面的深溝呢就是長達地底下10公尺的一個深溝 非常非常的深 然後也非常的特別這樣 全世界呢這麼大規模的 全世界就只有我們台灣這邊唯一的一座在我們這裡而已 日本有兩座 對 所以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看它有特別亮的地方是不是就表示常常被人家摸 欸對 人家就說這樣子摸一摸以後你就會賺錢這樣子 好運氣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我們轉過去 就是這個大電塔呢就是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們跟人家講說這是我們把它漆成就是可見光的一個顏色 那這個大電塔呢因為在當時蓋圓的時候呢其實它搬不走 但是問題是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是不是這個電塔下面呢它其實是會有健康的疑慮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就是跟台電合作了一個電磁世界的一個展區 讓大家看到這個你眼中看不到的電磁坡它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主要是要跟大家講說就是電磁坡並不是那麼可怕 所以它可以離我們近 對對對 然後甚至就是節約用電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有做一些科教來跟學童然後民眾來說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去二樓的展區也看得到 這邊就是我們的迎賓大廳喔 那這邊如果說大家有什麼任何想要諮詢的問題呢 你也可以跟我們的服務同仁這邊來詢問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往我們的展區走 大家有看到就是裡面這個撥片嗎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資深導覽員我們的那個陳昊來介紹一下 那我們帶大家來裡面看一下我們的潮溝撥片我們往裡面移動 大家走進來大廳的時候就會看到明顯我們就是 潮溝裡面有這個兩側的這個撥片 潮溝撥片 那其實這個撥片就是在紀錄我們921地震 或是在這個公元2000年以來更多的古地震紀錄 那我們用撥片的方式把它紀錄下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斷層潮溝的位置我們就往這個方向 然後繼續前進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之後呢我們繼續往右手邊這邊 然後一直走進去就是我們斷層潮溝的方向 那這個斷層潮溝呢主要就是保存我們剛剛提到921地震事件 然後來研究這個祖山潮溝所留下來的研究現場 那我們可以往前面一點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都是當初的原貌就對了 對這邊都是當初我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 這個內容蠻兼具有科學的教育意義 那最後就跟教育部想說 我們把它保存下來可不可以 後來就有把它變成博物館 看台呢我們現在停留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請大家抬頭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上方 在我們鎮上面這邊剛好有看到有一段 就是很像鋸齒狀巨蛋那個裂縫的這個痕跡 那這個痕跡其實對下來在我們地面垂直這邊經過的位置 其實就是車龍浦斷層從這邊經過 就這條線就對了 我們現在就剛好站在這個位置上面 但它全部長度不是只有這裡到這裡 它將近快100公里 最北邊從苗栗佐南經過台中到南投珠山 這整條大概是92公里就是車龍浦斷層 從這邊經過 所以我們在這個沿線上做了很多研究 那也挖了很多的潮溝 就是珠山潮溝這邊最後被保存下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前面 它其實看到了很多的地質景觀 那我們等一下要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從影片中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原來這裡它有發現哪些的古地震紀錄 這樣在播放之前我們科長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等於人家進來的時候 其實看到這個土城都會誤會說 這邊是不是像那個兵馬俑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樣子好像沒有辦法去講到這個斷層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光雕影片 等於說是把這個五次古地震的一個歷史紀錄 就是用動畫的方式投影在土城上面 告訴大家說每一次的這個地震 它發生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造成它這個土城隆起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樣子 所以等於說用這樣子的一個科技輔助 大家就會更清楚了解 所以土城就是布木就對了 有時候thurmi co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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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摺mbol很快的 І滯給的鍵源方法 測定收到 Spike Lee的時間 來得知古地震發射明明 為了方便科學家研究 喬弓一層邊 silence為 AwardVI的高羅юсь 即興 ῠ� teh啦氣比賽 做為一天精靈系電的展題零形自動 用這樣子的一個科技的方式呢 讓大家就是很清楚的知道這個 車工浦斷層它的每一次的古地震紀錄的方式 那它是怎麼樣去錯動的 那因為為什麼我們的園區最主要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我們園區呢就是你可以從一個潮溝 挖掘的潮溝 你就可以看到一邊它是斷層 然後一邊呢它是有折皺 那等於說就是因為像這個挖這個 在車龍浦斷層這個錯動921地震發生之後呢 整個地質學家他們挖了20幾個潮溝 可是唯一成功的就只有在我們現場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我們說這個地方是真的非常值得保存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是繼續往外面走 我們等一下再去介紹其他的展區 來就是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齁 我們這個就是我們有定時的導覽 那目前我們的場次呢就是10點半11點半 然後2點半跟3點半這樣子的一個 每天都是有固定的場次 那如果說大家來的時候呢就記得說 可以的話看看這樣子剛好配合你的參觀行程的一個動線 那我們就可以的話就是記得要來聽導覽這樣子 讓你更清楚這個車龍浦斷層喔 那我這個身後這邊呢有一支這個看起來像鴿子的路燈 大家要不要猜看看是什麼東西 現在目前這個數據是不是3點多4點多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剛剛講說我們跟台電合作這個電磁世界特展呢 主要就是我們在全園區設置了這樣子的85支的電磁劑喔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其實有電的地方就會有電磁坡 但是它電磁坡的數據到底是多少 有沒有可能跟我的健康是有疑慮的呢 所以你看現在目前就是這個數字是大概是3點多 就是現在這個地方 那但是問題是環保署它的建議暴露值呢 一個標準值是833號高斯 所以3跟833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是不是好我如果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我不用擔心說這樣電磁坡是很高會去影響我的健康 所以你就設置很多電磁坡的監控就對了 對對對 好那我們可以再往前面去看喔 你可以看到其實稍微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喔 其實室內室外你看外面也有好多支的一個 等於說是用鋁哥裝飾的這個電磁坡 其實剛剛這一區呢我們沒有特別介紹到啦 不過齁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區呢 最主要就是我們跟中央氣象局合作的一陣天下 那在這一個區域呢主要就是在 我們從開始有科學觀測儀器之後呢 那這個我們有介紹一個地震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是不是大家都會擔心啊 就是一個地震度分級表 是不是每一次我們就是在那個氣象局 他們有時候在地震一發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播報說是在什麼地方然後發生幾集 那目前呢我們是有一個就是從0到就是921大地震之後呢 我們才知道說這個是一個七級的大地震 那也就是在之前呢就是也有在去區分說 五弱五強六弱六強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其實地震沒有那麼可怕 重點是你必須把這個防災呢利用一個生活化的方式呢 去做平時要有這個應急的準備這樣子 剛剛不是在講說那邊是屬於觀測儀器的部分嗎 那這一區呢主要就是在如果在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觀測的狀態之下呢 可能只能說譬如說我們有一些文獻 或者是說一些鄉民的一個當時的用口的一個傳說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我們可能會發生地震是因為蜘蛛精在搗亂 是因為地牛的翻身這樣 其實都是一個傳說這樣子 但是並沒有科學的數據 但是現在變成說 自從有這個可以用科學儀器去觀測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原來地震呢 它的一個分佈狀態跟一個震度的狀態這樣子 其實呢我們說我們園區呢是屬於雙主題 就是我們除了講地質之外呢 我們就是還有電磁電力的部分 那剛剛呢在戶外有看到那個璀璨電塔嘛 那其實就是我們把這個電塔呢 當作是一個最大的教育展示的設施 然後告訴民眾說 這個電塔呢它的一個運用的狀況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其實就是要 最主要讓大家看到這個生活中你看不到的電磁波 我們就是把它變成是一個教育的一個展示設施 然後跟民眾來說這個科學的數據這樣子 好那我們一起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請我們的導覽員 陳昊這邊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電磁世界 一上二樓之後到這個路口這邊 其實有這個無線鏡牆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做互動 那這邊也是蠻值得大家來拍照留念 蠻有趣的一個設置 那進來到裡面呢 我們這整區我們就把它劃分成幾個區域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們在右手邊 大家第一看到這個是我們就是 就是模擬整個台灣西半部的這個送電方式 把它設置了一個樂高積木的模型 那這個樂高積木其實也是蠻多 這個降壓二氏變電所的降壓 一次一次的降到家裡附近的電線桿 或是變電箱才會進到我們家裡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大朋友小朋友就會了解到 原來我們家裡的用電 不管是開關或插頭其實都得來不易 所以就在這邊會特別在提醒大家說 我們要解約能源 這才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一個書店的一個模型就對了 是的沒有錯 那在這邊其實也看到 我們有把園區的這個意象把它做出來 那前面也有我們前面那個 剛剛提到的彩繪電塔 那其實它不是說漂漂亮在外面給大家拍照而已 它還是南電北宋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設有在工作的 還是在運作中這樣 那我們剛其實有提到就是 就是不管什麼電 生活中到處都是電 這些電的地方就會有電磁波 所以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電磁波啊 其實它是我們比較算是 沒有辦法很具體看到的一個樣子 那我們也是透過這個展驗 這個展區來了解一下電磁波 那電磁波的部分它其實分很多 會有高頻低頻極低頻等等 它針對它的波長 它的頻率去做不一樣的區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有一些數位類比的 然後有一些微波紅外線可見光 那這部分是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看見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的紅外線 這些都是比較 我們可以用肉眼可以去看到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大家會把它 歸類在所謂的非優離輻射 那當然還有在這邊在過去的 就會有優離輻射 所以在我們這個二樓的展示空間 的導覽同仁們 他們也會做這部分的介紹 那過來到這邊 我們可以往裡面來看一下 我們其實有一個展建 它是用藝術的方式呈現 讓大家比較可以知道 大概電磁波花是用什麼樣的 波的方式去做傳送 那我們可以到後面來參觀 那兩側的話我們其實都有 設計一些互動的展建 包括是動力發電等等 那這邊也是因為疫情之後 我們其實大家很常看到這種 紅外線的監測 我們可以量體溫那一種 也都是可見光 那這邊也都是跟展區 就是我們去把它特別 把它提出來的一個展建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用藝術的方式 把播這個形態 把它展驗給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剛剛陳昊有介紹到 就是我們電磁世界的展區嘛 那在後面這一個區域呢 我們有一個小創客的一個教室 就是等於說民眾這一邊的話 可以透過一些親子互動的方式呢 我們這邊就是有一些積木啊 大朋友小朋友這邊 家長也可以帶著小朋友 然後來這邊 就是可以有一個休息的地方這樣子 好 那在另外一個區域呢 我們剛剛是也有介紹到說 我們的那個店是怎麼來的嘛 所以我們其實小朋友 他們對於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是科學家的健身房 等於說在電力的這個 互動設施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呢 大家都是玩得非常的開心 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都是有很多的發電方式嘛 甚至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騎腳踏車的方式 這個未能產生動能的部分呢 還有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壓電的方式 甚至呢手搖發電呢 其實也是可以透過像這樣子 POWER小吊手的一個小遊戲呢 你就是可以去了解說這個電是怎麼來的 甚至我們還有太陽能啊 然後還有這個熱力發電的部分呢 其實也都是可以去了解的 就是個遊戲的體驗區對不對 對遊戲的體驗區 大家玩得非常的開心這樣子 那另外這一區呢 我們就想啊 你平常家裡面 你最擔心的電磁波 你可能你最常用的家電是什麼東西 微波爐 微波爐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就真的把 現場這個微波爐呢 就搬到我們的展區 讓大家來實際來看說 其實現在目前它的一個環境背景值呢 大概是0.3 0.3的部分 目前的電磁波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好一增下去 16 18 左右 它就是一個在瞬間加熱的時候呢 它這個電磁波的一個數據呢 就有增加了 那你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跟我們剛剛講的環保署 它的一個標準暴露值是833毫高 是其實就沒有那麼的高 那大家其實就可以不用那麼的擔心 意思在使用中還是很低就對了 對對對 大家會不會擔心手機也有電磁波 那你電磁波是不是跟你自己所想像中的 是不是很高很高會有影響啊 所以其實無所不在 可見光它就是一種電磁波 那剛剛也有講說 它其實有不同的波長的部分的話 它甚至會去跟我們的生活 其實都是息息相關啦 只要有電就會有電磁波 那像我們就是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有用這個檢測的方式呢 可以去看 像我的手機啊我就拿出來 這個是等於是一個互動的方式 我們就是手機的方式 然後你就這邊量測 這邊的話就會有數據的一個呈現 那你當然也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手機它的一個電磁波的數據是多少 生活一定要用電嘛 我們怕電磁波是不是就不要有電磁波了 那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電磁波它對醫療的貢獻喔 從剛開始我們有看到那個展區 它是用紅外線我們來量體溫的部分 就是因為之前那時候像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說是不是體溫升高的一個狀況嘛 那甚至像紫外線我們在去看牙齒的時候 它也是透過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去做一個醫療的行為 那甚至就是說我們有要去照S光啊 或者是電腦斷層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式都是一個電磁波 它對在一個醫療上面的一個應用 所以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很能夠清楚的去了解它 還是要去應用這樣子 幫大家介紹一個還蠻漂亮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的潮溝 剛剛有看到我們的潮溝是室內的狀況對不對 那我們的人家講說台北有巨蛋 高雄也有巨蛋 那在我們園區呢 那你其實也可以看到巨蛋喔 來就是戶外這一個有沒有看到一個白色的這個 我們用這個等於是巨蛋的造型呢 來保存我們的潮溝 因為科學家他就是在 921大地震就是民國88年發現之後呢 那他就是挖了這個潮溝 但是問題是經過10年之後呢 我們才蓋了這個管 那當時在就是等於說在發現之後 因為沒有那麼快蓋管的那個時間段 他們是用太空包就是包覆著泥土把它保存起來 那之後呢就是在這個原地上面呢 後來我們就是想說 還是需要去保存 就用國家的力量去保存這個潮溝 所以呢我們就是蓋了這個 可是問題是當時那個 等於說潮溝已經不見啦 那怎麼去找呢 就是透過當時的一個間界的 科學家有間界畫記號的方式 先去找出他的點 然後之後呢 因為怕說在蓋管的過程中 可能是因為會下雨 或是地震會造成他的一個破壞 所以呢先蓋了這個外面的巨蛋 確定好位置之後呢 再往下深挖 欸可是運氣很好喔 沒有想到真的就是挖下去以後 就是我們當時科學家他們發現的那樣子的位置 就原本精準的位置 對非常的精準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我們真的非常的幸運 然後也同時就是同時在一個潮溝 就可以看到斷層跟褶皺這樣子 兩個不同的一個地質的一個景觀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也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挖一個潮溝要人力跟時間跟成本 其實相對的花費的很大 我們這一個防災特展呢 我們從後面開始介紹 大家有看到我後面這一個立體書嗎 其實我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地震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做什麼樣子的應變 所以呢等於說我們設計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立體書呢 然後讓大家去實際上可以 等於說是戴著這個帽子呢 防災頭套 然後呢你可以就是練習趴眼穩的動作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展區主要是跟NCDR 就是國家災害防救中心一起合作的 所以呢我們主要就是要推一本這麼好用的工具書 就是這一本立體書 那這一本立體書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地震別怕很多的觀念這樣子 所以從剛開始的就是我們現在這邊有介紹 這個防災背包的展區 大家有看到嗎 從不同的年紀的需求 然後甚至是有男女有別 然後還有就是嬰幼兒 甚至是一天或者是三天的一個避難包 其實都是需要來做一個準備 所以我們等於說也有設計了這個防災檢核表呢 讓大家就是很清楚的了解說 你這個平常呢 你要怎麼去準備你自己的防災背包 要自己勾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下面這個區域 地面都變成是我們的展區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你從剛開始的時候 如果地震發生的時候呢 那你要去做什麼樣子的判斷 然後接著呢有一些安全守則的部分呢 譬如說我們就是要趕快要把那個瓦斯的部分呢 可能是又就是要關閉啊 然後甚至是說 如果說是有在當下 你就是要進行趴眼吻的動作 那等到地震結束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去走到自己最近的一個避難地點 等於說是一個透過一個SOP的方式呢 讓大家很清楚的了解 這裡有一個還蠻特別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國家災害防救中心 它的一個LINE官方帳號 因為我們講防災生活化嘛 我們也是要把大家就是最清楚了解說 趕快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那我們就是要加入這個 國家災害防救中心的這一個官方帳號 然後呢它就是會告訴你說 平時我們像我們有去做訂閱市警的時候呢 那這邊呢就會有它的一個觀測 就是馬上告訴你說地震發生的狀況 然後或者是颱風的消息 其實它已經把所有的20幾個國家政府單位的一個相關資訊 都已經整合在這個 它的LINE官方帳號裡面了 你只要把它訂閱起來 然後到時候有一些市警的部分 就會馬上告主動的推播這樣子 非常的方便 那甚至這個LINE官方帳號呢 它也最主要就是有這個全民防災卡 就是如何去找到你最近 離你家或者是辦公處所 最近的那個防災避難點這樣子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劇場教室 我們劇場教室目前呢就是 9點半10點半 每一個小時呢 我們都會有輪播就是影片的部分 那目前就針對於一個就是 雄心人就是公事的一個影片 就是在講一個地質就是 合家觀想的一個動畫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也有就是 飛蘭車龍浦斷層的一個地形影片 就是說沿線車龍浦從南部的這個 我們講說那個中正大學 到一直往北邊方向走 甚至有到我們的園區呢 就是介紹每個就是 車龍浦沿線的一個地質景點這樣子 我們現在差不多介紹完了 那我們因為就是今年我們園區呢 是我們的10周年 我們102年開館的 那今年就是我們園區的10周年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 在4月30號的就是禮拜天 這個時間段呢 我們辦了一個防災試劑 當天是入館免費的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大家 能夠共同來參與 那天除了就是有很多的就是 很熱鬧的一個活動之外呢 我們也有就是一些 針對於防災的一個主題 來邀請很多單位一起來設攤 那我們也是有開發了這個食物袋 就告訴大家就是 防災食品應該怎麼去做準備這樣子 那如果說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就一起來玩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我們今年是10周年嘛 所以我們也有設計一個 非常特別的活動 就是你的名字呢 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 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有車龍浦斷層保存園區 其中有一個字 你的名字其中有一個字 你就可以免費入館 那我們當然也就是歡迎大家 就是趕快找個機會來找我們這樣子 好謝謝